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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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盛 我根本超準時的 好啦 我首先要跟大家聊一下為什麼 我今年今年要回家呢 首先是因為 我去年 一整年沒有回家 然後我的 家人很想我 毛毛也很想我 所以我就打電話給毛毛 我就跟他講說 毛哥我 那個 那個 1月份2月份差不多到家 毛哥說OK 然後我就 我就回來了 什麼毛哥 毛哥當然會接電話 那是我PO哥的狗欸開什麼玩笑 我毛的手機啊我也送他一台啊 我送他一台 Nokia的手機 我現在還沒到家 我現在仍然還在隔離酒店裡面 嗯 所以剛剛講到 為什麼要待在隔離酒店這麼久 我原本 只需要待7天 嗯 但是呢 因為我的 奶奶 她 今年說 她不敢打疫苗 所以呢 我就不能回家 所以我回家會要好好念念她 不然我待7天我就 我待7天我就可以回去 回去了 可惡啊 可惡啊 真的可惡 氣死我了 不過這樣也好啦 這樣也好 這個很無聊啊 我平常在酒店裡面 我沒事的時候都 打打遊戲 然後 看看電影 看看劇 洗個澡 擦個臉 看看電視 就是 喝個水吃個飯 還有 唱唱歌 對 嗯 我這邊有那個 我們工作室 整理了粉絲的問題 然後 會問我的 然後我現在在看啊 我現在在看 回到台灣了 要隔離到什麼時候 隔離結束後 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要隔離到 我大概還有7 8天吧 然後 第一件想做的事是什麼 是想呼吸新鮮的空氣 然後是想看見 想看見的人 然後回到我的房間裡面 開開心心的 躺著 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還有 請問隔離期間 有沒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可以分享一下 這個你倒是有 我記得我 兩天前吧 在廁所唱歌 唱著唱著 我就突然接到電話 先生現在可能有點晚了 你可能 不要大聲喧嘩這樣子 然後我就傻眼啊 我說什麼叫大聲喧嘩 我這是唱歌 怎麼會是大聲喧嘩呢 我就突然之間就覺得 他們好沒有禮貌 但是我還是沒有繼續唱 我覺得他們不懂了 還有 還有要過年了家裡有什麼特別的習俗嗎 除了家裡的親戚來問說 有沒有要結婚啊 賺多少錢啊 有沒有房子啊 之類的這些問題 其他好像都 都還好 對 還有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我覺得 有點針對 除了泡麵 荷包蛋 番茄炒蛋 還有學了什麼新的菜式 打算過年給家人做什麼 怎麼樣 所以看不起我 是不是 嗯 我還會歐母蛋呢 嗯 很卡嗎 我這邊網路其實不怎麼好 歐母蛋就是 在還沒有熟的時候 你把那個 起司給放進去 然後形成一個半熟的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 他就能修煉到最極致 最嫩最好吃的狀況 這個時候呢 就是俗稱的歐母蛋 黃金黃金 軟軟糯糯 我覺得是蛋裡面的一等一 這樣你們懂了嗎 欸 好久沒有跟大家聊天了 什麼時候空降粉絲群 給大家聊聊啊 毛總還好嗎 大家都很想念毛毛 嗯 好久沒有跟大家聊天了 空降粉絲群什麼時候會 啊我現在不就是在直播跟大家聊天嗎 這不是更好嗎 然後毛毛怎麼樣 毛毛還 還OK啦 我上次打給她 她說她 嗯 有在學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有在進步 對啊 不然我就不養她了 呵呵呵呵 她有在工作啦 對啊 我回家跟她唸嗑吧 POPPO之前分享 手辦開箱我們都很喜歡 你最喜歡哪一間收藏 後面還想要跟大家分享什麼嗎 嗯 我最喜歡的收藏是我那個 雷神的那一個 因為那個 我不知道拍起來大家看起來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 本人看的話 那個顏值是最高的 然後我也是最喜歡那種雷的屬性 所以我最喜歡雷神那一個 哇謝謝 謝謝那個 林曉玲兒送的環球世界 謝謝謝謝 應該好像主播 謝謝謝謝 謝謝 後面還有什麼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還有定了幾個 模型 但是可能還沒有到 可能要四月份 五月份 他們才會到 我已經付了定金了 那第七個問題 嗯 我想不想演一個反派 覺得自己合適 覺得自己合適什麼類型的反派 大家想看你演那種 變態反派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吃草莓派 藍莓派也可以 好啦開玩笑 我是蠻想演演看的 我是蠻想演演看的 那種變態的 我覺得 我現在 可能會有點難吧 認真來講 我覺得可能會有一點點難 嗯 因為畢竟從來沒 從來沒試過 最近有看什麼書 電影電視嗎 可以推薦嗎 嗯 嗯 這十幾天啊 我就看了一些漫畫 這也算輸吧 漫畫書也算輸吧 然後 電影電視 我 把之前 spiderman 蜘蛛人的那個 電影都補全了 我發現我最喜歡的是 驚奇蜘蛛人 大家有看過嗎 驚奇蜘蛛人 我覺得裡面的人都演得蠻好的 然後我接下來想要 出去之後看那個 駭客任務 瘋批美人 什麼英語變好啊 這種 這種基本的東西 這是可惡耶 哈哈 真是可惡耶 然後不跟你們 之前有看我的東北話挑戰 有學到什麼好玩的方言嗎 或想學什麼方言 或想學什麼方言 可以跟大家交流 我相信大家一直都知道 就是 我的死川話是很好的 嗯 我有很多死川的 死川的朋友 我們大家都平常 每次都一起去吃那個 死川舞過 所以說 所以說 想學什麼方言 我覺得 一個死川話應該是 目前來說 是夠夠的咧 還有 還有 最近我說有什麼好笑的笑話嗎 有沒有學到什麼新的本領 有沒有 新的生活哲學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關於笑話這個問題 你們真的很執著耶 怎麼樣你們是覺得我沒有猜花 只有笑話 笑話這種東西是給 拿不出實力的人講的 也不是啦 有些人講笑話真的蠻好笑的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 已經 過了講笑話的時候了 就我已經長大了 也不是說現在講笑話的人沒有長大 我只是覺得 每次好像表演什麼都 都來講笑話 好像有點 有點就是 顯得好像自己沒什麼東西 我 我不是這樣的人 對 有沒有學到什麼新的本領 之前有上課 有在上 唱歌課 有在上 Popping課 有在上 Locking課 我BBOX真的好久沒練了 有沒有什麼新的生活哲學 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在想教教大家格局要大 就像是 你好比 你選一個工作 如果你這個人有野心 那你就要選一個 天花板很高的工作 你不能選一個天花板很低的工作 格局要打開 整個視野才會開闊 你們懂我意思嗎 嗯 就像是送外賣好了 拿這個當 當一個比喻 送外賣嘛 可能天花板 就是送到 我是 這個地方 地區 外賣第一名 可是呢 如果你現在做的是一個外賣管理 好像是那種 餓了嗎 像是那種美團 那你格局不就瞬間都打開了嗎 同樣是送外賣 這就是天花板 我和子彭不在一個酒店 這種小東西還是要把它拿捏 拿捏住 這樣你的人生才能比較快活 才能 一眼就看穿 那個人心裡在想什麼 這個人心裡在想什麼 你要成為那個 人生中的大師 就不能這樣 噢噢噢噢噢噢 這樣過每一天 這樣子 我每件事情都有這種智慧在去處理 心裡有什麼願望嗎 我想要拿到更多 你自己有興趣的東西 比如說 出一首歌 比如說 啊 波哥為什麼演技這麼精湛 我覺得這跟本質有關吧 有的人就是表演型人格 像我的話就是那種 內斂型人格 就是什麼事情都放在心裡面的那一種 我這幾天 睡得很糟糕其實 我在酒店其實都睡得不怎麼好 嗯 我不知道 因為我感覺這邊還不是自己家 然後我就會覺得 喔 睡得 睡得真的很不好 就感覺有睡跟沒睡一樣 還有幾天呢回家 還有 七八天 獨命爵師 看完了呀 欸 嗨 想問問波哥 流浪漢創作到哪個階段了 最近比較喜歡的 常聽的歌曲是 說兩首 還規定過 還給我畫條條框框 欸 欸 可以 好的 我流浪漢大概創作到流浪階段了 對我現在是一個四處漂泊流浪的人 然後 常聽的歌曲喔 最近在聽維里安的比較多一點 門美俗也有聽過啊 嗯 天都亮亮你都沒來過 沒來過 沒來過 欸 欸 我最近還是聽那個有浦 就是 有是 有沒有的有 浦是 浦子的浦 嗯 對 還有那個什麼 我最近也在聽一些老歌啦 譬如 韋靜的新專輯 喔 當然聽了呀 欸 當然聽了呀 阿路人甲是一定要聽啊 每天必聽啊 對不對 還有小人物 老歌有那個叫什麼啊 我可以 陪你去看星星 你去看星星 不要再多說明 這首叫什麼啊 不對 I'm missing you But I hate you 想你的時候我就默默地傷 I sing love you 這不溫柔 在分手的時候 忘詞唱我歌太多了 其實我今天有個環節 就是我要介紹 我平常會去攝影夜市都會吃什麼食物 但是我食物到現在還沒有送到 所以 唱首歌 還是不要 不要我們繼續聊天 現在很乾啊 好 我想一下 我要這鐵板有何用 我要這變光亂迷走 還是不安 還是低愁 唱錯了 喔 《孤勇者》我有聽 可是我不太敢唱 哈哈 好緊張喔 各位很見 嗯 嗯 《孤勇者》 我沒什麼唱過 如果你 對啊 你們知道了 《孤勇者》 還沒有跑出來 等一下 我下載不了 怎麼回事 我那個下載 下載程式出了一點點問題 可惡啊 我可以上YouTube了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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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以上YouTube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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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 还没 都是勇敢的 你额头的伤口 你的不同 你犯的错 都 不平常 你破旧的玩偶 你的面具 你的自我 他们说 要带着光 驯服每一头怪兽 他们说 要封合你的伤 没有人爱小丑 为何孤独 不可光荣 人知又不完美 值得歌颂 谁说无名满身的 不算依旧 爱你孤身总安详 爱你不贵的模样 爱你对峙过绝望 不肯哭一场 爱你破烂的衣裳 却感度命运的墙 爱你和我那么生 缺口都一样 巨马 陪马 只蓝绿的披风 沾帽 占摇 你最卑微的梦 只那黑夜中的 午夜 怒吼 谁就站在光临的 才算英雄 没啦 哎呀 他到这边就没啦 哦好 还是有点 还是有点害怕哦 不要紧 是这一强的 不行 我一定还在唱起他歌 不行 还要唱什么歌啊 牧王之王 好弱 歌牌沙 把冰发 种木银群熊蛙 千年不到万事也没拨打 木银花的豪华 宝藏都想拿 何止有那拱手刀不似家 风云扬起一尘沙 宁丽血难以稀塌 这场雨也是你手艺的霸 血墨倒飞又也怕 闪闪乱世也随它 这天下不还有落家 白银好写几刀 红尘烧爱勾销 谁尽管会存好几年全骄傲 落盘找答应到 这木道无为挽绕 想要活好 共修其能又好 好久的歌啦 还有什么 没有一直住酒店啊 我在这边还要得住七八天 闪闪乱世也很糟 很错 嗯 我來唱一下小星星好了 什麼大人物啊 那是大家一起唱的 作詞 曲 李宗盛 微風吹來靚曰 夢中被她喚醒 誰再拖弄 那首一曲淵雨 彷彿節奏回到那年 你我初次的相遇 擺在你臨口想起 挥之不去 那八月末的天气 阴雨下个不停 一把一散 拉进我们距离 直到那颗流星花落 你也消失在夜里 若是能知道 这故事里的你还是你 一闪一闪亮晶晶 漫天笑星星 你看那星光 洒满了天气 降着你一步一步 靠近你来靠近你 引力 my baby 勇气出光你已经 融化我的心 让你一直一直都在 不管过去还是都要远的 未来你的到来 敲到好处的存在 或是你的安排是如此可爱 仿佛童话奇异 今天虽然有些俗套 但是见不到才是真正过不去的煎熬 除了你我也只有你 我不愿意对任何人拥抱 我们都在 现成大海 一言瞬间 让我们追求无法释怀 流星花落夜空为我见证 是我命中注定注定那个女孩 我想为你唱一首歌 在每个夜晚的此时此刻 每当你响起歌里唱到 我曾唱到 呼呼呼呼呼 一首一首一首亮晶晶 漫天小星星一开那星光 洒满了天际 呼呼呼 耶 像是你一步一步 靠近你 还靠近你 引力 My baby 用心 幸福你引进 融化我的心 一首一首亮晶晶 漫天小星星一开那星光 洒满了天际 呼呼 耶 没靠近你引力 My baby 用心 去碰你眼睛 融化我的心 耶 喔这边太高了 也许 也许 那首帮弹奏奏夜去 仿佛弹奏奏的旋律 也许你 藏在那片星云 一首一车亮晶晶 漫天小星星一开那星光 洒满了天际 喔喔喔喔耶 一步一步 靠近你 也靠近你 硬力 许多一路 超乱的天后 你开那星光 泡沫了天际 一遇过喔喔耶 一步一步 靠近你 耶 成功了 稍等我一下 沒有被投訴吧 欸等一下我先去看一下我的那個食物到了沒 五秒鐘 木瓜牛奶 起司馬鈴薯 五 還有這個是 大腸包小腸 and 章魚小丸子 大家吃飯了嗎 我現在要吃的呢 現在要吃的呢 是我每次回到台北 然後士林夜市最喜歡的是必點的食物 我覺得最經典的呢 當然要從這個大腸包小腸開始 好久沒有看到你啦 我聽說上次子虹是跟我講說 喔 他要吃鹹酥雞給我看是不是 好啊沒關係啊 我現在就吃回去啊 來啊 喔 就是這個啦 就是這一味啦 齁 我快要哭了我終於吃到了 這才是震動的大腸包小腸啦 喔 還有 還有這個 章魚小丸子 這個章魚小丸子也是我吃了大概 有七八年了 這士林夜市一粒不倒 無數次的漲價又漲價 一開始我記得四盒 一百塊 那台幣 大概就是二十五塊人民幣 然後再來就 變成 到現在已經反而變成 四十塊還四十五塊一盒 然後這些外賣呢 是托我 我父親 我父親 來買給我的 我就托我父親 來買給我的 我看 雖然現在已經冷掉了 不過 它真的很好吃 裡面的那個章魚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也許這就是童年的味道吧 大家看我吃 會很打開你的手機上的外賣 來點一份吧 呵呵呵呵 好對喔對喔 我最近好像有一點點胖 所以 嗯 不要跟工作室講 但我經紀人會知道 好嗎 好嗎 你們就跟他講說我整個 整個直播過程 全部都在聊一些 很深奧的話題 他聽不懂了 然後還有唱唱歌 這樣 等一下 還有一道 起司馬鈴薯 厚禮 它是真的 厚禮 是我 它算是一個比較 也是 雖然黏在很久 但不是 不是最古老的 小小吃 它長這樣 然後是個馬鈴薯 然後上面有非常多的配料 這個的價錢呢 大概在 台幣 75塊 左右 然後大概應該是人民幣 20塊 20塊 18塊 差不多 這個最炸的就是 你要把這個起司 整個淋到那個馬鈴薯上面 可以了 然後開始直接拿湯匙挖 窩豆子來了嗎 工作室沒來吧 工作室沒來吧 走了 他們來幹嘛 這是我的直播間 還沒什麼 好好的 還真是讚 沒有我在 我在吃晚餐 我在吃晚餐 我一天就 就吃這個一點點 沒有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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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們我不會弄 沒有我這一份是那個 我奶奶替我做的 起司 沒有起司 這是那個 湯 對 他熬很久的湯 要把這個湯 倒進那個 那個 這個健康食物裡面 這個南瓜粥啦 吃吃就是 增加身體裡面的那個代謝這樣 好 大家請看我們的南瓜 南瓜燉飯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哈哈 呵呵呵 奶奶你的心意我收到了 好吃 真的好吃 嗯 好我們先 先來到其他了 欸 我剛剛講什麼忘記了 嗯 呵呵呵 嗯 走啦 吼 我跟大家講 這個就是起司馬鈴薯 它呢 它裡面是用一個 一個完整的馬鈴薯 然後包住 包住這些 所有的佐料 然後就整個很滿 那如果是現場吃的話更好吃 熱熱的起司直接淋在上面 絕對不含糊的那種 嗯 我的玉米 每次我只要去逛夜市 我必吃這個 而且這個還很健康 上面還有很多西蘭花 西蘭花可以 是有纖維的食物 吃完這個 你覺得特別有食慾 你就可以在 你就可以整個 胃口打開 然後開始吃 夜市其他東西 它不會說一個 就把你的胃給塞滿 它一個 就把你的胃給打開 芝麻開門 好嗎 喔我的天 喔我的天 我的工作室又來了喔 對啊 我剛剛就說到 這個是我奶奶替我做的一個 最好吃的南瓜 南瓜粥 然後 我可想它了 每次看到這個南瓜 我就想到我奶奶 我就想起以前那一種 它帶著我 去玩高峰彈跳阿 那個畫面這樣 我奶奶跟著我一起坐雲梢飛車阿 過山車 然後繞那個360度這樣 然後每次在坐完那個過山車的時候 我奶奶就會拿一個 南瓜粥給我 說 欸 欸 說孫子阿 你是肚子餓了吧 我說 對的我奶奶我肚子餓了這樣子 所以 我現在又看到這個 我很感動 感覺很深 ,我會覺得這個 我會覺得是 我會覺得很不舒服 感覺很香 甜喔 我抱你了 我會覺得這個 我會覺得很不舒服 你知道你會覺得很難聽 大家就沒有不舒服 火腿啊 玉米啊 培根啊 那我剛剛說的西藍花 可是我奶奶親手親手做的 她一個人在後山喔 在那邊殺豬 然後還有砍樹這樣子 然後在天裡面抓南瓜 南瓜會跑啊 在那邊抓的 南瓜生神跑很快這樣 那如果奶奶當天狀況不太好 那她就會叫我爸媽一起去抓 那反正毛總是不會動的 這就是屬於我們的家庭故事啊 對啊 當別人問起什麼的時候 我總是講這個啊 但他們就會哭啊 我就想這沒什麼好哭的啊 這就是 這就是一家人啊 對啊 啊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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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那個皮是脆脆的 所以 折下去的時候 會有一種 怎麼說 那種爽感 讓它走了 這個起司馬鈴薯真是用夠好吃的啦 只是我把我桌上滴的到處都是 要先擦一下 可惡都怪剛剛什麼工作室啊 那我沒有辦法專心吃飯 可惡啊 然後這個是木瓜牛奶 就是木瓜線大的 所以這個很濃 比較難吸上來 喔對 我還有這個章魚小丸子 嘿嘿 但不得不說我前陣子其實 我前陣子有一陣子我心情不太好 那就是因為自己的事啊 就會覺得 哇生活好沒有目標齁 就是那種 突然的憂鬱 你知道嗎 就會有段時間突然 然後哪裡都不想去 然後最好是 誰都別聯絡 只是我這種情況 居然出乎一樣的蠻久的 但是後來就好了啦 嗯 後來就好了 那你真的真的是 爆瘦欸 就是 不管怎麼吃都吃都怕 然後也沒有 沒有心情 吃東西 我一開始覺得 我應該不是這麼一個 感性的人 我應該是更加 理性啊 然後可以縱觀一切的人 就是我奶奶 給我弄得夠嗎 他不是跟我阿公一起弄的 好難過 嗯 對 你們最近有在看什麼綜藝嗎 最近在看那個 一年一度喜劇大賽 然后我最喜欢里面的一个表演是 我喜欢好几个作品 第一个是那个 这个杀手不太冷 因为热爱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 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那么还有 我父亲的葬礼 还有是那个 好像服务生也蛮好笑的 欸刘关章三人一起做的那一个 没有啊 他没有他没有 每次那个 偶像练习生就这样 练鱼丸了 别人笑我太疯天 我笑他人看不转 无间无灵好节目 无话无酒 出座天 嗯 我将一小丸子要吃完哦 我看我看我 我看我还有什么流程没有走 各位来看直播的你们 今天是我的 第七周年出道日 所以我才特此 开了这个直播 来跟大家 见见面 我没有迟到 我今天没有迟到 我今天提早到了 我是八点 我是七点 五十九分到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的庆祝 谢谢 轻张的脑 OK 最后要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的陪伴 喜爱 以及暴容 难做到今天 这有点饱 实属不容易啊 七年了 还好我不是那种什么十年老艺人 我只有七年 七年应该回去还可以当个回锅肉吧 开玩笑 好啦 我在这边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各位 未来可期 然后希望每个人都能顺顺利利的 不论回家是被各种长辈问要不要结婚啊 还是问有没有几套房啊 你们都可以 硬打如流 对打如流 没错 然后还有希望你们的梦想都成真 其中年快乐 好 算了 那下次吧 那下次吧 不管你在多难过的时候 或者多伤心的时候 记得 点开我的微博 我相信 应该能给你们的能量 即便很小 但那也是有 好吗 不管怎么样 你们 当了一天我的粉丝 或者是当了很久的粉丝 反正我 就在这里 OK 咦 讲成这样的话 OK 好嘞 大家 掰不 走啦 我们要回家过年啦 掰啦 掰掰 掰不 真男人说掰不 真男人说掰不